大家好,这是老陈,今天我们说一说 土版的太子党和土版的 四野 上回说,我们说到土库曼斯坦老总统 那个昏运无道的独裁者 萨布拉姆拉特尼亚佐夫的一些荒唐的事情 今天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他都做了哪件事情呢? 他呀,把中小学教育 合在一起,总共做到了九年 把大学呢,总共 原来从原来四年到五年 缩到两年,然后取消所有的研究生教育 取消科学院 取消了 除阿斯坦德以外的所有的医院 取消了养老金 然后呢,取消了全国各地所有的网络公司 跟网吧 然后呢,又取消了各种娱乐活动 不让全国演芭蕾舞 还不让老百姓相惊议啊 还在课程当中取消了 体育课 体育课也取消了 禁止男男女女化妆 做了很多很多的 这样比较荒唐奇葩的事情 政策上呢,他给自己时间捞钱 图公们的油气天然气 石油天然气收入 大部分都汇到他的国内国外的账号上去了 而且他自己也经常拿着现金 只要小朋友们真的 弯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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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唱一线花 他旁边一个小跟班 就拿着个大黑包过来 从黑包里掏出一碟美元 可能有一两万块钱 就给那孩子 所以图公们后来又 这种唱民族歌曲 跳民族舞蹈也很流行 就是等着要受总统接见 然后总统从包里直接拿好几万美元给他 就跟中奖一样嘛 今天我们重点是说的 所以他的几个接班人就是几个所谓的太子 我们这里说的接班人是指的现代意义上的接班人 就像咱们中国所谓的 刘少奇,他应该算个太子吧 后来的胡耀邦 后来的赵紫阳 再后来的江泽民,胡锦涛 以及当今圣上,习老大 他们都曾经很长时间 是作为太子被培养的 所以把他们都叫太子的 虽然不见得他们的父亲 就是皇上 托克曼一样的 尼亚佐夫也是在 努力地培养一些 能够继承他的一波 能够在他死后仍然 是他的后代 或者是他自己 仍然能够死后 仍然能够享受那种荣誉的 那么个人 所以呢,他就是一会培养这个 一会培养那个 在我去托克曼斯坦期间呢 就陆陆续续地 抬起来一个,然后把它打倒 扔下去 抬起来一个,然后把它打倒扔下去 很多人的名字我都记不起来了 我记得其中有一个人呢 叫阿拉索夫 那个阿拉索夫是中央银行的行长 他被抬到二把手的位置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阿拉索夫就 判逃到俄罗斯去了 就是避难了,政治避难 这个词在微信里头可是 敏感词,大家轻易不要打 不然那微信号会分的 然后他就成为了 图克曼斯坦反对派的 中间人物 因为他是个中间人物 他是最大的反对派,所以我记住了他的名字 他叫阿拉索夫 下面我还会说起他的名字的 后来呢,有一个图克曼斯坦驻中国大使 叫鲍利斯,他姓什么? 他名字叫鲍利斯 也是造神运动的 着力推动的之一 就是把尼亚索夫 推成图克曼的国父啊,全世界图克曼人的领袖啊 各地的树雕塑啊,办公室的挂像啊 这个老勋他也有一手 他也是其中的推手之一 结果呢,他从外交部长啊,副总理啊,一层一层把他扁 扁到中国去当大使 回来的路上,他在任务斯留下,不回来了 这个人后来还干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 他组织了一帮人 在半路上刺杀鲍利亚索夫 就是,利亚索夫开着车 每天他都开着车,沿着固定的路线 从他的总统官邸,在一个山沟里头 叫丘里还是什么 在伊朗边境那个地方 开着车去他的总统府上班,办公室工作嘛 他好像也比较勤政 每天都去,主要是做的那 电视直播着,他开始训一些部长啊,什么的 然后当时就把哪个人给投入监狱啊 就是做那些事情 在半路上的时候,突然 他冲出来一辆卡车 用冲锋枪,就打死了他几个保镖 但是他没事儿 好像他是个替身,在替他开车 后来他就回去了 又到总统府了,又通过一系列的运作 就知道是谁指挥的这场刺杀行动 他也毕竟抓住了几个人嘛 而这个刺客呢,就是 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个鲍利斯 鲍利斯他躲在哪儿呢? 躲在乌克兰驻土克曼斯坦大使馆里头 他也行为不检点,结果让人家还发现了 发现了土克曼斯坦,就驱逐了 乌兹别克驻土克曼斯坦大使 从大使馆里头把这个鲍利斯给抓出来 后来经过全国的长老会议 各种各样的运作 就给他判了很重的刑 现在这人是死是活 还不知道,这就是另一个太子 还有一个太子,就是 我经常接触的一个太子 主管石油天然系的长相 也跟聂亚佐夫很像 他叫尤雷托尔班 莫拉多夫 这个人非常和蔼 我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他原来是个银行家 是土克曼斯坦 对外经贸银行的行长 还兼着几个银行的行长 也是个经济学博士 人非常聪明,非常能干,体力也非常充沛 他从银行界 土克曼斯坦把原来主管石油的那个部长 不是部长,副总理拿下之后 他就主管石油了 接下来我们在油田里 所有服务的合同啊 我们怎么样收款啊 再怎么样派专家啊 所有所有的活动 不光是我们了,还有我们曾经大的 中石油的 区块开放啊,管道铺设的 都是,初期的时候都是由这个人来主持的 来做的 我有两次 去受到总统的召见 跟总统握手 给人也是献花啊,拜授啊 也是通过他 来安排的,我们给总统的一些礼物 也是通过他交给总统的 所以这个人是很受总统的器重 我们想着他是不是要接总统的班啊 他很可能也是 作为太子来培养的 要不然,那么重要的,那么肥的差事 能给他嘛,把另一个人 给收拾掉,让他 让他去主管那一块儿 但是呢,就在2006年 我来土克曼斯坦 第一年,就听说他被抓了 他是不是总统让抓的,还是其他太子给排挤的 说不清楚,因为 因为他被抓,以及我们那些老朋友 老合作伙伴都被抓到监狱里去 时间不久,那个老总统就死了 官方的解释是 心脏病突发死的 但是也有小道消息说,他是被刺的 是被毒死的 还有人说是被现任总统毒死的 这就很难说了,反正咱们当八卦来听吧 这就是老总统 他几乎是众叛亲离 再说一下,他临死前 他有一个权力最大的 一个太子,是议长 也是第一副总理吧 是他着力培养的 要接他班的,但是他刚死了 那个人也顺利地接了他的班 已经当了总统了 结果呢,被人家总统的牙医 就是现任这个总统 他的名人叫 库尔班鼓励 比尔德 姆哈梅多夫 组织一帮 克格勃之类的特种部队 把他给抓起来 到现在,好像这个人还在监狱里吗?还是释放呢? 也是生死不明,咱们也不知道 这就是在现任总统 现任总统,通常情况下,现任国家领导人 你要把他抓起来 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很多宪法中都写着现任总统有 法律豁免权 就是你要经过非常复杂的手续 把他从总统位长撤下来 先要在家里呆着 完了,你再该起诉起诉,该审判审判 而不大可能从 总统位长直接给抓起来 但是,土库曼人家就叫什么,简单暴力 直接把那个总统给抓起来了 第二任总统,可能当了不到一个月 就被人家给投入了监狱 现在这个总统呢,其实是第三任总统 就是四颖嘛 原来一直敲目声的,他原来学的是 医学,他也得了医学博士 一直在土库曼斯坦卫生部 当卫生部部长,后来又当了主管卫生的 副总理,他在当主管卫生的副总理期间 也经常受到总统的训斥 因为有的医生欠的薪水一直没发 总统把他的工资也给 等于砍掉了三个月的工资 也一直是属于打压的对象 而不是培养的对象,也许暗中培养,谁知道啊 但这个人,人家可能 平时拉拢的人比较多 在总统死了之后,居然能把 继任总统从位置上拉响自己做上去 那也是非常有手腕,非常强的一个人 他上任之后,对老总统的一些政策 多少做了一些修正 就是把科学院啊,图书馆啊 各地的医院啊,也都给恢复了 有些他也继续保持着,他也说是 原来总统不是想 原来总统规定啊 只有图库曼人能在政府里头认知 他把这条也取消了,就是从民面上取消了 最起码不排斥人家俄罗斯族啊,其他族裔 也加入国家的管理 但是呢,等他位置 屁股坐稳之后啊,他就不一样了 都是一样的嘛,只要是独裁体制 谁上去了,都是那样的 让别人在恐怖当中 自己更恐怖,自己更害怕 失去权力之后啊,被吊打 就像卡扎菲啊 还有萨拉姆啊,那样的命用 非常非常害怕的 所以也是不停地迫害别人 不停地抓人 这就是这个四月 再说说老总统,另外一个人 也应该提一下,就是总统的亲儿子 官方的亲儿子 叫库尔班 叫姆拉特尼亚索夫,还有他有个女孩 在总统临死之前 以及总统死了之后,这些人都没有回来 看总统最后一眼,送总统最后一程 为什么呢,他只要回来 很可能就被人给抓起来 或者是被暗杀了 他们都在维也纳,一直在那地方 算办避难嘛,反正有很多钱在那儿养老着 在总统生前也在努力培养 他自己的子女 官方的子女,那个姆拉特 来接他的班,甚至修改了宪法 把宪法当中 规定,只有土库曼 纯种的土库曼人 曾当总统的那条给废除了 因为他儿子有俄罗斯血统 跟犹太人血统嘛 他儿子也尝试过 抓一些权利 为了抓权利 把人家 阿根廷有家公司 叫布里达斯 现在的那家公司的一半多的股份 是中海油给收购了 布里达斯在土库曼斯坦 投入了巨资 买了一个区块,那个油田 在古尔拜寨,我还在那儿 生活过一个月,看过他们的营地 建的是非常稀释的小楼 营地例外,环境也非常保护 那些小沙丘啊,沙丘植物 基本上都不破坏 在土库曼斯坦的首都 总统经常开的,过的那条街 两边还植了一些热带树 热带树 法国梧桐啊,等等的 反正上上下下 给当地老百姓也做了很多的善事 可是呢, 总统的儿子姆拉特 为了争夺石油这块, 把他给排挤出去 可能也作为一个政绩吧 后来,姆拉特又想 获得美国的支持 想跟美国的议员,议长 见面之后,慢慢想 想借助美国,让他成为 就是那种 唯一的太子吧,美国 不管这一套,美国人家讨厌你啊,做一副家族 他回去之后呢, 反正政治上 受到排挤,尽管有他爹 他爹可能也不是那么信任他 他也不太争气,听说 据小刀消息,他还经常 把好几百万,好几千万,好几亿的美元 在各个地方 美国啊,欧洲的赌场里头 给输掉,也许人家 没真输掉,只是洗钱,把钱给 在那些国家洗白,放到自己 兜里了而已,现在咱们 这些伎俩,大家都比较熟悉嘛 表面上说是输掉了,实际上 人家怎么着呢,谁知道啊 赌场里头,你换成筹码 回去再把筹码 再换成钱,很快就洗掉了 好,这方面的运作 不是我今天说的重点,就是 他这个儿子 为什么在他父亲临死之前 他也没去,死了之后也没去送葬 就是因为一种危险的存在嘛 现在好像一直在维也纳,一直在国外 也不敢回去 就是老皇上,尼亚索夫 众判清离嘛 这个总统呢,现在这个总统 现在位子不是坐牢了嘛 坐牢了之后啊,他也就开始给自己塑像 给自己的画像,让人在办公室里挂 另外,比尼亚索夫更过分的是什么呢 很多外资企业 在他帮助图克曼斯坦建设 给他们贷款 修管道,或者是盖一些基础设施 他都不给他钱 有很多的公司都在 就是国际法院啊,在各个国际机构 司法机构告他们 即使告赢,告不赢,反正那钱都要不回去 中石油也一样,在那里头也是亏的一塌糊涂 修了弄长一条管线,人家动不动就给他 把气给掐断了 我们那个,我所在那个单位 现在在图克曼斯坦好像也有 好几千万美元,收不回来 人家不但不给他钱,而且人也不让去 他要想过去那边 做看守啊,或者要钱去,签证不能给 你不要去就行了 就是非常非常地赖皮 所以呢,很多朋友,你们如果想 投资图克曼斯坦,如果去那地方 经商,一定长个小心眼 那是个信誉非常差的一个国家 好了,欢迎新朋友们订阅我 老朋友们继续支持我 明天我们接着讲图克曼斯坦 我在那个地方生活工作的一些体验 谢谢,再见,拜拜